有買股票的你,這一刻有甚麼心情呢? 前兩個星期,港股才再創13年新低 但11月以來又反彈了千多點 有人買阿里巴巴輸了一半,現在不敢溝貨 專家亦說紅市反彈最容易受傷 但有市民覺得跌到15-16點,再跌幅度有限 甚至連NPF都想轉回港股 阿里巴巴,我買的時候百多元,升到300多元很開心 但我不是經常留意那些股票 現在真的哭都無謂 上個星期都好像挺好的表現 誰知一會二十大,沒甚麼特別的東西伸出爐 於是便砰砰跌 有沒有想溝貨? 沒有,沒有,我不敢 沒有,沒有,不要搞它 我都沒有刻意看,有些我一早買了之後 到現在是怎樣 我現在有錢,我都是做定期好過 是,科技股那些全部跪下了 真的,你做了騰訊 你想想,五百多元跌到現在只有二百多 百多試過,我想真的挺傷 星期都畫得挺好的 但是沒有排息 但是反應下午的時候 都已經不見兩多人錢 其實我想很多人沒有了很多錢 那你說,如果真的想著收息 生活那些 我想真的都要吃少很多 當然是 正如剛才這樣說,MPF表現是會大受影響 強積金顧問公司GUM公布 10月強積金人均欠三千零七元 年初至今已經欠超過五萬九千多元 打工仔又擔不擔心退休之後少了錢呢? 都不擔心 因為MPF都應該有高高低低很正常的 反正其實都去到六十五歲之後才拿 暫時都不會有太大影響 對我來說 有考慮的 轉回做港股都畢竟跌了這麼多 由三萬點跌到現在晚五、六點 下條幅度都有限 其實直播率會高一些 大部分現在九成都是我比股 不過我看是否會轉回港股 因為畢竟跌了太多很多 面對股市波動影響大市 省戶和持有重創的股票 又應該怎樣部署好呢? 不要太輕易去撈底或者去溝貨 因為輸得最傷的 往往都是紅市的反彈的時候 投資者可能太快就以為市已經見底 反而很大手去買貨 但往往是陷阱 之後的股票跌得更加多 蝕得更加多 如果拿了阿里 其實又不是這些位置去沽了 但其實也可以考慮分散一些 如果現在只拿著阿里一隻 也不是很健康 可以分散拿回多幾隻科網股 年輕的大公仔 又是不是真的什麼都不用做? 這個時候選擇MPF又有什麼秘訣呢? 我們雖然說退休 但是MPF是直接 每個月都有公款的 其實每個月都在入市 所以你不想著 不是應該想著 我到時65歲才看 這個概念是不對的 投資者如果要處理自己的強積金 第一 你要知道不是因為年紀問題 是要了解你的市場 第二 你要看看你的強積金的供應商 有什麼基金選擇 如果他的基金選擇很少 因為現在呢 強積金有自由行李選擇 第一 第二你是有很多基金選擇的 你不一定要全部高風險的 就算你年輕也好 或者年紀大也好 不同的人不一定要全部高風險的 其實強積金裏面 都是有一些保盤 現金存款 一些穩陣 但是當然 你公司選擇的 沒有的時候 你就要自己去找一些自由行李選擇 找一些適合自己的風險 即風險的投資策略 去做你的投資部署